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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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说 那在必需的环境上 有使用到塑胶 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高纸化 就是所谓的单一材质 或者是我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 就要去把它思考到里面 我们后端怎么处理 尽量封闭式的回收 让这个资源并不是 就是流失到环境 甚至就消灭的 塑胶废弃物污染 威胁自然环境与人类健康 特别是一次性塑胶包装 减塑脚布需要加快速度 多元观点思维 期待为地球永续 找到多样性结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